我就觉得这应该就是很多台湾人会很怀念的原因呢 是那时候我只要走在这个街上 我都能听到很多台湾的口音 现在来吃这一家 蘸发烧辣 哦 这里啊 你看这是小草快餐润血 两个菜15块 三个菜17块 这样两个人的话 三十二 大家早安 我现在又起床了 昨天晚上好好睡 我就回来洗完澡之后 躺下去就睡着了 然后一直睡就睡到现在8点多钟了 现在的话要去买个早餐 然后这边过去这 我斑马县 就是莲花街就可以买到早餐了 很近的 好像现在有一点在下雨的感觉 在前面一点的话就有卖早餐了 这边不是有很多那种洗澡的吗 哦 这两天真的可以去洗个脚 那个脚 昨天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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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街的早餐比白天 呃 人还要多 为什么呢 因为呃 白天嘛 这边就没什么人来逛的了 然后晚上他们下班要从这里经过 上班要从这里经过 就是这些都是不相当的 可是这里 这里有一家 这里有一家啊 老板 这个是豆浆吗 对对对 豆浆吗 两块两块 有那个全牛奶哦 三块 还有这样的 不是这样一锅啊 不这样一锅啊 四季 好呀 拍的这锅吗 我要一个糠一锅 你呢 你呢 那这个需要一个 你的吗 三个只要一个 一个菜包吗 一个菜包 有没有酸菜包 有 再一个酸菜包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茶叶蛋 还要一个牛奶 牛奶我再看一下 这烧麦可以只买一个吗 好一个 好一个 好就这样看一下多少钱 没有了吗 没有了 十块零五 好了买好了 感觉要下雨了赶紧走 我今天中午的话 可以不用睡不觉 我就可以跑来这边逛鸡 大中午的时候 我想要在这边逛一下 在另外一头那边 有一些卖衣服 年华国北口岸 那个地下街里面也是 很多卖衣服的 我想要去那边逛一下 我还在想说 等一下晚餐或是什么时候 要不要去吃海鲜 因为每次跟坤哥来 有一个地方要打车去 可以去吃海鲜 那个地方就是现买现秤 然后你就到那个餐厅里面去加工 然后他们收了个加工费 那边还有一些卖珍珠 耳饰 手饰 还有 下链什么的 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营业 我已经不记得那个是什么地方了 太久了 以前每次跟坤哥来住海 那时候我有同学也在这边嘛 所以我就来找同学玩 我那个同学现在都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 那时候也会来一起吃饭 在附近有一家那个 我们家乡口味的什么黄牛 黄牛火锅还是什么 去吃过一次 好 又是红灯 又看到这里就清洁 环卫宫姐姐 昨天晚上我看到有很多 没有很多了 有几位朋友 看到我上一集的那个 应该说是第三集的影片吧 第三集的影片 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龚北口岸 莲花街好怀念哦 我就觉得这应该就是很多台湾人 会很怀念的原因呢 是那时候我只要走在这个街上 我都能听到很多台湾的口音 台湾人在这边的那个街上 在那边逛 还有莲花街上有那种中间有摆那个摊 就是热炒的那种铁板烧 对 都是铁板烧 然后有一些酒吧 就在街上的酒吧哦 就是露天的酒吧哦 然后他们会在那边 有小姐姐在那边喝酒 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 我就觉得那时候好热了好热了 导安 尴尬啦 没人理由咪 这个是就是上门要刷卡 但是下来的话它不需要刷卡 这你看上面是保健房 VIP房 保健房就是煮浴的 这一般的 一楼的话是那种有露天的房间 348元一把20分钟 哇 走一下好热 好热 哇 这个太暖气了 怎么感觉好像开了暖气的感觉 来吃个早餐咯 一觉睡到大天的呀 嗯 这一笔是你啊 豆浆啊 嗯 到我的 得到你啊 太棒了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 到你从来 还有什么意思 好了不说了 我要回去陪你喝酒啦 吃海鲜吃海鲜吃海鲜 嘟嘟嘟嘟 去那边又会拍子 哦 你看卖这个是什么 我是看有没有珍珠手呢 这边好看的珍珠虾馅 然后还有美味可以吃 嗯 太美味了 去看吧 晚上去 那个叫什么地方啊 我都不记得了 很轻啊 不是 叫什么湾 湾仔海鲜街 我看一下湾仔海鲜街 我说一下 先收不收一下 这里不是这样的停车厂哦 以前这里是那些大巴车 哦 那个说新豪润假日酒店是这个 哇 又是澳门的赌产呢 以前这里停的是大巴车啊 好像是 啊 但是里面也有啊 我都忘记了 反正我记得以前这里不是这样放很多车的 但是这一个车站是没变 现在去找个午餐吃吃午餐 午餐去看看要吃什么 这边不是很干净吗 他们一整天啊 可以说是一整天基本上都有人在 点这个清扫这一个环境 所以丢垃圾的人嘛 还是会有一些会丢 但他也少少这些树叶啊 但很少 也要走很久才能看到一个垃圾桶 这里就有个垃圾桶 但是还是需要人来打扫这样 还是偶尔会有人去丢垃圾 要是环境太干净 他们不就要面临失业了 前几天看到有台湾粉丝留言 昆哥看到的一家烧拉店 他说非常好吃 所以我们决定回台湾前 一定要安排来吃看看 现在来吃这一家 蘸发烧拉 它也可以称筋啊 有白斩鸡 烧鸭 还有这个是烧肉 烧鸭 还有咸鸭蛋 还有鱼 那个鱼看起来好好吃哦 这鱼看起来好好吃 对啊 跟自己搭配对吧 对 那一样加甜 一样加甜 哦 那我吃 我一个鱼 然后还有那个豆腐也蛮好吃的 对吧 还有那个苦瓜炒鸡蛋 那是几个菜 它是中和的呢 哎呀 你要几个就几个就加甜 好 知道了 哦 这里啊 你看它是小草 快饮菜 润血 两个菜15块 三个菜17块 一个一块 然后 你加豆腐 我要豆腐 我要那个凉瓜 那个苦瓜炒鸡蛋 苦瓜炒鸡蛋 一个一个加豆腐 然后一个一个 加豆腐 加苦瓜炒鸡蛋 一个一个加豆腐 然后还有韭菜炒 还有韭菜炒 那个是韭菜吗 韭菜炒 鞋 还有茄子 看起来蛮好吃的 这样两个人的话 32 你吃吧 哦 它也有那个辣椒酱 然后这个是辣椒酱 像这种店 我们在大陆叫它是快餐店 可是在台湾的话 叫做便当店 就是你要吃什么 你就跟他讲 他就讲 这个地方坐起来 还是要少危险点 还在想着用陷阱付给他们 因为身上还有一些零钱什么的 这里也凉快 这里也凉快啊 那么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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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凉快哦 果然我们刚坐下来 店里面就陆续来了吃饭的客人 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 对啊 这是你的 你这一份多少钱 总共反正两个就是30 我那是三个菜吗 哦对我的是三十 我的是17块 你的是15块 是15块钱人民币一个鱼 青菜木耳 这个豆腐 这样 那我这一个呢是17块 有个凉瓜 乌尔 还有这里有青菜 有青菜还有鱼 这样17块 然后这个米饭 香的 要不要有没有 汤 汤的话自己打 汤是另外一三对吧 没有啊 那用这样子装起来 这里有汤 这个汤是 这个是免费提供 开供了 刚刚的 刚刚的 太厚 我很喜欢吃这个鸡蛋炒 这个苦瓜 你这样碰到那里吗 你这样碰到那里 好吃 我看到这一餐我就想到在台湾有一个阿嬷开的店里面的饭菜 真的就有点类似 我会在台湾很快的适应台湾的饮食 我会在台湾很快的适应台湾的饮食 其实跟我在广东生活十几年有关系 因为广东真的吃的很清淡 你昨天来吃过 像这样的饭菜如果是回到20年前我是真的很难入口 那时候刚到广东没有老干妈真的不行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呢 每餐饭都要封一点辣椒酱或者是自制的辣椒酱 那不会做的我就只能去买老干妈 就是像这样配着饭菜吃 可是慢慢慢慢的生活了很多年 就慢慢适应着你的清淡口味 所以一到台湾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助餐或者是便当店 我就能很快的适应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在广东跑业务的时候呢 那时候工作的午餐基本上都是吃这样的快餐店 基本上一周起码有五天都在吃这样的快餐 人越来越多了 这个汤里面有胡萝卜还有玉米 吃完了 这个留一点点 吃饭吃不完了 太大份了 都吃完了 你看有人打包外带回去吃 吃饱喝足了 感谢这位粉丝的留言推荐 真的不错吃 下次还要来 因为干净卫生便宜 现在来睡个午觉 等一下晚上我再带着大家去吃 我们今天晚上的海鲜大餐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集呢 就要前往 珠海的一个超级便宜 超级大的一个海鲜市场 这一次也是因为我们打算去吃海鲜 有人推荐我们去的 那这就是下一集的预告了 如果你喜欢 妖妹的频道 记得跟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追踪我的下一集影片哦 我们下集影片 海鲜市场见 看看这个市场到底都卖些什么呢 到底有多便宜 到底有多划算 到底有多热络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